好 我们谢谢君凯文文带来最及时的专业解析 刚才也提到了这轩兰诺呢 未来还有可能增强为强烈台风 暴风半径也可能再扩大 各节的新闻呢 也会持续带您锁定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 我们继续来看到南台湾 其实今天一早也开始陆续出现风雨了 像是在高雄就有帆布被吹垮的意外 在台南也传出有22株陆树倒塌 肯丁则是为了以防风浪过大 沙滩全部都封闭 禁止游客进入 另外就怕越晚风雨会越强 东流线也临时宣布了今天停航一天 让不少抵达港口的游客铺了个空 东港港口出现人潮准备前往小琉球 但到了现场行程却突然被迫 历时喊咖 受到台风宣伦落外围 环流影响港口跑马灯告示牌 纷纷宣告3号全面停航一天 也让不少游客相当错愕 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可能就改期吧 明天吧 我们今天就可能先回去台南 现在已经读不到了 连读的机会都没有啦 连上充满无奈 期待出门游玩却破了空 另外就怕越晚风浪越大 小琉球港口则是紧急加开航班 要将当地游客输运回台 船上旅客惊声尖叫 不难感受海上相当不稳 一听到有航班能提早回台 港口也急满人潮 现在马头那边有没有很多人 你要的要 有啊 还是人在开船 大爆嘛 丢球还很多人没回来 所以我们再决定再开一班过去 再把那个还没回来的人再回来 另一头屏东墾丁同样就怕海岸 卷起长浪发生危险 海巡署也纷纷前往 拉起封锁线 海滩全面封闭 实际的风浪也比昨天还大 所以我们在今天早上 已经封闭所有的 园区的各个沙滩 提前做好准备 包含临近县市高手 三号一早风雨也陆续增强 甚至传出帆布被吹落以外 台南也传出有22株 陆树倒塌灾情 索性都无人伤亡 尽管南台湾受到台风威胁 相对来的小 但各单位还是严加戒备 不敢钓鱼情心 这次我报道